当播澳门 市民日报 澳门 2023年1月16日 文以华 3000万推酒店优惠级客 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出席活动接受访问时表示 因周末同埋临近春节 不少旅客访澳至办年货 到门前日入境旅客达5.5万次 比业界相当大的信心 期望春节期间日军旅客达到4.7万人次 而港客团数量站未能估计 他表示将会针对旅客陆续推出更多优惠 整个优惠计划预算为3000万元 港人酒店优惠方面 文以华称 尚未决定好操作的方式 预计春节后才会推出 会适时向大众公布 目前将集中做好送回程船票 和巴士票的交通优惠 相信交通优惠对旅客有吸引力 开售当日不少人排队购买 经科局统筹 并联合工商联会于春节期间推出不少消费优惠 亦会陆续推出各项优惠 再搭加交通优惠 相信可吸引不少旅客 他透露 整个优惠计划预算为3000万元 劝酒店业界密同恶意台价平台合作 至于近期有意见 反映本澳酒店房价 从早前几百元一晚飙升 至现在几千元 甚至部分酒店更升至成万元 文以华指出 当局没有控制酒店价格的机制 而且澳门酒店价格 不应一直位处十分低的水平 应有合理价格 但合理价格范围视乎不同品牌的酒店、房型等 并会随供求而调整 他又指 已向酒店业界了解 有酒店反映约直接向五星级酒店订房 可能只需1000至2000元 并表示并非酒店自行台价 而是部分网上平台恶意台价 但由于该类平台并非澳门营运 所以当局目前主要跟酒店方交涉 勸喻业界勿载与恶意台价平台合作 被问及会不会担心香港 同内地放宽核检措施后被抢客 文以华称 澳门上周实施免核检通关后 火澳旅客激增 可以看出内地旅客出游意愿高 而且内地旅游市场十分大 各省市旅客喜好不一 相信内地市场有足够客源供给港澳 甚至国际分担 你收听着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由市民日报 联同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ggочку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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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şöyle apologies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